文章来源 彭泰新闻 文章来源 彭泰新闻 近日 浙江省永康市一网友反映 其父亲在当地某口腔医院一次性拔除23颗牙齿 并在同日种植12颗牙齿 随后疼痛不止 13天后 心博骤停死亡 当地卫健部门工作人员称 由于拔牙和死亡时间相隔13天 具体的原因还在查 该事件引发网友热议 有人对一次性拔除这么多颗牙齿 表示震惊与不解 也有人提出 口腔诊疗行业乱象频出 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 必须加强监管 还有人认为 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 极待重视 一些口腔诊所宣称的全口拔牙 当天拔当天装合理吗 老年人老掉牙难题怎么解 带着问题 记者展开调查采访 北京市某口腔医院的刘医生 曾接触过这样一名老年患者 纠诊时上来就说 自己牙疼得厉害 要全部拔掉 拍片后发现 老人全口29颗牙齿 20多颗都被打开了 做神经治疗 已经治了三年 当时 接诊医生明确告诉老人 把一颗牙就行 其他牙齿经系统治疗后 还可以用 可过了一段时间 接诊医生再次见到那名老年人时 发现他的牙齿已经全部被拔掉了 人也受得完全脱了下 疑问得知 他是回老家时 去一家口腔诊所拔掉的 装了全口假牙后 身体一直不舒服 食欲不振 现在后悔不已 那可是20多颗牙周 很健康 很结实的天然牙 多少人在这个年龄段 想拥有这么好的牙周条件 还做不到呢 给他拔牙的医生 怎么能纵容 配合不知情的患者 说拔就拔呢 刘医生对这位同行的做法 难以苟同 上午种牙 下午吃肉 当天拔 当天装 当天用无痛拔牙 一次解决所有问题 种植牙价格低至百元 法治日报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部分口腔诊所 在宣传时 打出上述广告语 一些老年人 因口腔问题求医心切 加上信息不对称 很容易落入 不良口腔机构的陷阱 牙齿问题影响健康 治疗机构夸下海口 家住湖南省少阳市的 王先生 今年66岁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牙齿松动的厉害 已经连续掉了三颗 他曾去民营口腔机构 咨询过缺牙修复治疗 但因价格过高放弃了 其他牙齿还能用 就是发炎时 痛起来要人命 像王先生这样 受到口腔疾病 困扰的老年人 不在少数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老年人缺牙问题严重 人均缺失牙齿7.5颗 只有18.3%的人 牙裂完整 在65岁至74岁老年人中 牙周健康率仅为9.3% 横牙患取率达98% 据广东省某三甲医院口腔科 一名谢姓医生介绍 在其科室接诊的老年人中 最常见的是牙银出血 口腔异尾 牙齿松动无力 这些问题大多由牙周炎引起 一些老年人缺乏健康意识 口腔卫生情况欠佳 同时牙体的缺损和膜耗 也是老年人群体常见的口腔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 北京多名患有牙周炎的老年人发现 他们大多认为牙周发炎 吃点药就没事了 但在口腔医生看来 牙周炎一反复发作 损害牙周的健康 会导致牙齿松动脱落 刘医生告诉记者 牙周病相关致病菌可能侵入主动脉和心脏内皮细胞 使心脏受累 如果吸入肺部 则可能引起吸入性肺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和下呼吸道感染 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是 许多老年人认为 年纪大了 自然就会缺牙 这是正常的老化现象 他们往往因为怕麻烦 而为及时进行牙齿修复或种植 有医生说 牙齿缺失不仅损害外观 影响发音 还会影响咀嚼功能 肠子以往 可能干扰正常的消化和营养吸收过程 加速相邻牙齿的松动脱落 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丧失咀嚼功能 咀嚼动作对大脑的良性刺激消失 还容易让老年人患阿尔茨海默病 一类人士介绍 拔除无法保留的牙齿 及时修复缺失牙 是老年人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手段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之下 一些口腔机构看到了商机 纷纷打出各种广告 吸引老年人种牙 如国际口腔技术 私人定制服务 长久稳固 快速便捷 活力倾股 仿生自然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有部分口腔机构 在宣传时夸下海口 宣称全口拔牙 七天快速矫正 单颗种植牙 十分钟完成 当天种牙 当天吃饭等 导致一些老年人 不明就里上了当 拔牙需要全面评估 多拔多种存在隐患 来自河南省鹤壁市的张大爷 今年76岁 多颗牙患有蛆齿 他去口腔机构咨询 医生变诊后 说他的牙齿形状不好看 如果全部拔掉 装一副假牙 又好看 又不影响正常计时 张大爷听信了 不仅拔掉了蛆齿 还把其余完好的牙齿也拔掉了 花八千多元 装了一副全口吸附性一尺 可是效果并不像医生宣传的那样 即使没有咀嚼 他也常常感觉牙齦被磨损 日常吃东西也不太方便 刘医生告诉记者 在现代口腔医学中 牙齿能保留 就要尽量保留 某些智齿除外 只有迫不得已 才会选择拔除 但还是有一些人选择全口拔牙 甚至有口腔机构的医生 鼓动患者全口拔牙 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表现 记者在中国市场监管 行政处罚文书网检索发现 2020年至2024年上半年 关于口腔机构的行政处罚文书 有1529篇 其中多数为口腔机构 夸大宣传 虚假宣传 价格欺诈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上半年 口腔医疗机构 涉行政处罚超过200起 其中多家口腔机构 因违法及擅自发布医疗广告 对商品做虚假 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原因 被处罚 例如 北京一口腔医院 曾因在线上平台 开展口腔种植服务促销时 涉嫌存在价格欺诈等违法行为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其作出警告 及罚款15万元的处罚 但近日 记者在社交朋友圈中 仍然能看到 该口腔医院打出上午种牙 最快下午吃肉的广告 而据专业口腔医生介绍 种牙后 一般不能立即使用 前几日多以吃流食为主 当天用种植牙吃肉的说法 很不靠谱 记者今日 走访北京市多家民营口腔机构发现 承诺全口拔牙 当天种植的机构不在少数 一些口腔机构投放大量广告 希望吸引更多患者种牙 还有部分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 劝说患者多拔牙 多种牙 从而收取更高费用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口腔医院 当记者询问能否全口拔牙时 该医院接待人员介绍 首先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 如果有基础疾病 就不适合满口拔牙 或者半口拔牙 但如果确实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全部拔 当天种 这样能够缩短修护期 有医生告诉记者 当患者出现牙齿松动 残根残棺无法保留 需要拔除 做全口种植修复的情况下 可以采取急拔 急重的牙齿修复方式 目前没有针对拔牙数目的具体规定 一般来说 一次性拔除的牙齿 最多在十多颗 需要诊所及医生 具备一定的资质和水平 也需要考虑 患者的身体承受能力 拔除的牙齿数量越多 患者感受到的疼痛越强烈 术后发生感染的概率也越大 要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 做相关基础疾病的筛查 确保其适合进行手术 手术过程中 控制拔牙窗口的感染和疼痛是关键 手术后的消炎处理也同样重要 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市华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邓立强认为 一些口腔机构 劝患者多拔多种是为了经济利益 而非患者实际需要所进行的过度医疗 若行为属实 患者可以按照实际损害和经济损失主张赔偿 如果在诊疗活动中 医生有过错 有损害结果 有因果关系 就是医疗事故 发生医疗事故 医生或诊所可能面临民事责任 即赔偿 或行政责任 即罚款 暂停职业 或吊销执照 如果患者的死亡和该医疗行为密切相关 且医生有不负责任的行为 可能构成刑事责任 邓立强说 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主任郑忠臣 长期关注医疗领域 他分析 口腔机构虚假宣传 或欺诈行为 涉及多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 口腔机构若进行虚假宣传 误导消费者将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 根据广告法 如果口腔机构在广告中 夸大治疗效果 虚假宣传医疗技术 或者医生资质等 将面临罚款等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者 还可能构成犯罪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口腔机构利用欺骗手段 取得患者信任 又使患者接受不必要的检查 治疗 或者使用不必要的医疗用品 或夸大诊疗效果 误导患者的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完善口腔照护体系 口腔医疗行业为何乱象频出 在郑忠臣看来 口腔医疗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高 部分口腔医疗工作者 缺乏职业道德教育 一些医疗机构为了追求利润 忽视了医疗伦理和患者的实际需要 导致过度治疗或不当治疗 口腔医疗的监管相对薄弱 导致一些违规行为 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制止 此外 一些老年患者 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 难以对治疗方案的科学性 和必要性进行判断 口腔机构 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 来推动更多利润高的服务 还有一些人 对口腔健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容易轻信虚假宣传 接受不必要的治疗 郑忠臣说 在他看来 治理这些乱象 需要完善医保政策 适当扩大医保 对口腔医疗部分的覆盖 通过政策引导 促使医疗机构 更加注重治疗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需要相关部门 加强对口腔医疗行业的监管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同时要严格审查 口腔机构的市场宣传内容 防止虚假宣传 误导消费者 提高透明度 要求口腔机构公开治疗方案 费用和可能的风险 让患者能够做出知情的决策 也刻不容缓 郑忠臣建议 通过多种渠道 普及口腔健康知识 提高公众对口腔健康的认识 增强其判断力 邓立强认为 应鼓励口腔医疗行业资律 口腔医疗协会 要加强对医生的职业道德培训 提升医疗机构公信力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监管 认真对待每一例投诉 让医生的行为回归医疗 患者应当多听多问 或比三加 增强自己的口腔健康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 有业内人士指出 提高老年人群口腔健康照护水平 提升老年人群口腔健康状况 降低口腔健康 对全身健康的影响 是非常必要 且紧迫的课题 应将口腔健康教育 深度融入 现有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制定更全面 有效的口腔健康照护方案 包括口腔健康教育 口腔疾病预防措施 和口腔健康照护等方面 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 健康教育课程 和操作性健康指导等方式 提高老年人对口腔卫生的认识 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加强老年人对口腔卫生健康的重视 加强老年人群口腔卫生维护 和日常照护专业队伍建设 重点培养专门的口腔卫生维护队伍 提升老年人群口腔卫生诊疗可急性 同时对现有老年人群健康照护人员 进行口腔专业培训 提升口腔照护能力和水平 上述业内人士说 同时可积极探索科技赋能老年人群 口腔健康照护新模式 通过口腔照护机器人研发等方式 减少人力投入 提升效果 提高效率 在采访过程中 一些老年人也表达了 他们对于拥有一口好牙 减少老掉牙痛楚的期待 我们来回走动不方便 如果社区能够定期开展 口腔健康讲座和议诊活动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 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就好了 希望能有更多的医保政策 覆盖到口腔治疗领域 减轻我们的经济负担